小小 小小 老温蛋 还没睡呢 你这个家伙 终于睡得打电话过来了吗 对不起啊 因为最近有很多事情发生 我脱不开身 但是 我是很想很想你的 而且 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 小小 我马上就下来 真是 好 怎么样 这里很棒吗 来 来 聪明啊 其实 我以前遇到烦恼的时候 都会来到这儿看星星 好美啊 其实 每当我看到这浩瀚星空 就会想到身为人类的自己 真的是很渺小很渺小 你看那颗 就比如那颗啊 也许它现在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它们散发的光 却穿过几亿光年来到地球 就是为了证明 它们曾经存在过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是亿万年前的星星残存下来的影像 对啊 这些星星 散发出这么耀眼的光 即使是消失了 也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存在 就像钻石侠里面所说的 钻石经久不衰的光芒固然珍贵 但是流星转身即逝的光亮 也同样辉煌 这足以证明 世界上的一切美好 都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 钻石侠 钻石侠是什么 这个是我最近正在关注的一部小说 不过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 但都没有回应 有人说 这个作者已经自杀死了 但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 能够写下那种文字的人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 放弃自己的生命呢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坚持给他发战内信 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 我相信总有一天才会看到的 你 真的很喜欢那本小说啊 是啊 我看那本小说的时候 我真的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心情 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吧 其实我有个姐姐 我小的时候特别讨厌她 我穿她穿过的旧衣服 玩她玩过的旧玩具 我们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就吵架 有的时候我还上手打她 她呢 然后呢 后来啊 后来 后来我姐姐生了一场大病 她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即便我有新衣服可以穿 有新玩具可以玩 我和我姐姐一直长大的时光 再也回不来了 人哪 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追火莫及 所以我现在一想到我姐姐 我就特别想像那个小说里的钻石侠一样 能够回到过去 弥补当年的遗憾 聪明 我觉得与其错过 后悔莫及 不如就把握现在 对了 嫁给我 好不好 这不是我设计的遥光之星吗 有遥光之星设计稿的除了我 就只有池墨 我 你怎么会有这个的 这是我给你私人定制的呀 CM 迟墨 你说 这是你定制的 那这个里面写的CM是怎么回事 CM CM聪明的意思 你看 看来我下次得刻上BD 笨蛋 别想了我帮你戴上 对不起晓晓 我 我暂时没有办法答应你 但是个戒指我先替你保管吧 等到我什么时候想通了 我就戴上他 好不好 好 但你要记住啊 我已经盯上林了 跑不掉了 难道 昨天我又 昨天我又 好 陈牧 不好意思啊 是石总 上次我是冲动了 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他在跟我道歉 不好意思啊 太假了 再来一次 别闹了 你以为我真的会给你道歉啊 我就直接说了吧 我的小公主要看钻石俠 另外 我正式通知你 我已经跟我的小公主订婚了 虽然你这个人平时不尽人情 天天一副臭梁听着人家的 但是 施总 这个忙 你得帮我吧 第二人可 女婚妻 我记着她 这么跟你说话我真的觉得很不爽 所以你马上给老子写了 好了 如果 你不肯帮忙的话 那关于三年前的那场车祸 我脑子里所剩下的记忆 关于公文包之类的 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加油 加油 迟总 公文包 那是什么 钻石匣